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以及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大家好 我想到法官司法律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一个至高无上的职位 那么在任的国家都一样是非常崇高的 那么在此我先恭喜四位获得这个马总统的提名 也预祝你们四位都可以过关 那么我有几个问题要就叫我们四位被提名人 大法官被提名人 第一个我想先请问 你们在这次的审刑过程中 你们是自建呢 自己推荐自己呢 还是别人推荐的 可以请四位做个回答吗 我是由别人推荐的 推荐的 那吴成 我也是由法务部部长跟检察官协会推荐 是还有我们蔡教授 我是我们校长推荐的 也是被推荐的 我也是司法院推荐的 是是是 第二个我请教四位大法官提名人 你们本人以及你们的配偶 有没有具有双重国籍 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 都没有 本人跟配偶都没有 OK 就是我们这个你们大法官 这个是最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条件 就是说没有双重国籍 那 有没有在中国 投资这个皇帝产 没有 四位都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也是关系到忠诚度 对我们国家的忠诚度 那么我 再来就要请教比较实际的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 同样问四位 支持不支持 会除死刑 支持的 请举手 支持不支持 支持会除死刑呢 还是不支持 支持的请举手 好了 会除死刑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 会除的这个声音也蛮 越来越 这个力量越来越 大了嘛 好 那 反对会除死刑的 我们的比例也很 还很高啊 那四位未来我们的这个视线大法官 对这个会除 会除这个死刑 四位是赞成呢 还是不赞成 我可不可以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最近做的民意调查 101年7月做的民意调查 有八成以上的民众 虽然同意 针定 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的刑罚 但是 对于 这个改以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来 代替死刑 仍然有过半数 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的民族 不表示赞同 也就 那 也就是多数的民众啊 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现在是就你们个人的观点 好 赞成 几手 这样子简单而已 这个 其实这个议题不是 这个这么单纯的一个问题啦 这个因为涉及到 很多条件的问题 那 请问你 你是赞成吗 会出事行 你赞成吗 如果 能够没有死刑 但是民众觉得 很安心 我是不反对 废除死刑 如果没有死刑 有条件的战场 对 好 那蔡教授 我也是认为 因为要会死的话 照一般 当然学者比较倾向要会死 但是我认为 以社会的现在的氛围 那应该 要 交正要会死的话 应该创造一个 比较让国民安心的一个 社会条件 那以目前来看 我有参考过一些国外资料 现在其实 这个主张的死刑还蛮高的 那当然 欧盟的话 确实是有 有死刑 这个 会死死刑路线 后两公约 大家都很清楚 但两公约还有一些 谢谢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我来请我们的黄秘书 你对人权方面很投入 那你对这一点 是 费死绝对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追求的一个愿景 但是 但是以目前 如果有我们国内的状况来说 目前 还没有那个会除死刑的条件 那么接下来 我们 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死刑定验以后 都拖很久 才执行 这样子的做法 四位 认为恰当吗 因为 既然定验了 那大家期待说 最有应得 就希望赶快执行 但是我们 一向的 好像拖很久 那这样的一个执行方面 四位 被提名的 你们的看法呢 既然法院已经判决确定了 假设没有其他不能执行执行的原因的话 就应该要去执行 好 谢谢 那么 再来我请教 这个 现在比较新的一个 社会现象 就是说 四位支持不支持 同性贼婚 同意的取手 那四位好像是不赞成同性结婚 是不是 但是我知道 我是因为 在德国观察一个现象 或许可以用 同性办理的一些法规来做配套 那对他们的一个身份 还有相关的一些 这个关系 做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这也可以啦 那至于说 要不要把相关的婚姻制度 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可能要再思考一下 因为我刚刚讲 我其实不是知分法的专家 但是我觉得可以再讨论 好 谢谢 好 再来 请教四位 那么 支持 支持还是不支持 这个通奸罪除罪 就是说 这个通奸罪 除罪化 赞成的几手好吗 你赞成 这个通奸罪除罪 你也 三个赞成 好 那说出你们的理由 请我们那个 黄律师吧 我想刑法 那个麦克风可以用 好不好 好 麦克风可以用 要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有了 好 我想刑法 我比较支持刑法 节约的原则 那这个是个婚姻忠诚 应该是由 这个其他的方式来处理 而不要用刑法的方式来处理 可能是比较躲当 那我也觉得 在现在可能 可以朝向这个方向来努力了 可以了 那请蔡教授 我会 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刑法要具有 这个最后手段性跟迁移性 那当然 我们就要用刑法要去绑住 一个夫妻关系 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不排除说 因为夫妻的关系也很满 可以用一些民事关系 或损害配 然后其他的关系来 来弥补 不一定要 完全用刑事来处理 这位我们请 我也认为 基于刑法迁移原则 应该 婚姻不要用刑法来绑住他 是 好 那接下来 我也要请教 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就是说 这个姓专区的设立 四位赞成还是反对 赞成的请举手 就设立姓专区这一块 赞成了几手 好 那 一个一个来说 你们的看法 好吗 因为 这个 性的问题 本来就是 这个自由人类 来就有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 只去防堵 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 这个问题 永远没办法解决了 所以我们不如放任他 这个四处流散 还不如在一定的区域里面 去加以管理 那这样子 不管在卫生方面 在这个 其他社会秩序方面 都能够获得比较多的保障 对民众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谢谢 我们请 教大家有去过荷兰 教授 在欧洲的话 就可以知道 其实像我也赞成 刚刚 就这个次长的意见 其实 把它有效的管理 比它到处流散 比较好 所以我个人 教我从欧洲的观察一下 应该是不错的 那最后就请 林华光 从满足人性的需求 跟有效管理 这样的角度来揭露 应该是可以得到 他的答案 好 接下来我也要请教 这个毁谤罪 这个除罪的议题 对这个毁谤罪 是不是 世卫支持 除罪化 好 我们这个黄律师 请你说出你的 看法 毁谤罪其实跟言论自由之间 是以限之格 那同样的 我也会认为说 刑法 对很多的事情 应该介入 此后要介入 但是过度的介入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我认为 被犯罪把它除罪化 走向民事的求偿 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路线 好 谢谢 再来呢 就是我们现在 最夯的一个议题 我经常被我们 立委同仑追着跑的 就是这个 成立这个博弈特区 四位大法官提名人 你们对这个设立 博弈特区 赞成了请几手 好 那么就先请 吴臣 次长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博弈跟社情一样 都是自有人类以来 就存在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 有效的管理 那事实上 这个到处泛滥 那造成家破人亡 反而更不好 那我们设了特区以后 当然就就可以加以管理 那这个有效的管理 比这个放任的 让它四处流畅 我想制度上 可能是对民众比较好的 那蔡教授 坦白讲 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一场 但是基本上 我们就要观察 德国的巴登巴登 还有是新加坡 还有相关的 像拉斯比加斯的经验来看的话 或者澳门 我想把它设定一个 比较特殊的区域 就是那是刚刚的情况 有一个有效的管理 其实也蛮好的 好 最后我请林法官 也是基于满足人性 跟有效管理这两个理由 来设立是可以的 听三位 被提名人这样讲 我们这个博弈特区 可以考虑 你们有这样的共识 接着我要问 那这个博弈特区 因为会引出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说墙啊 偷啊 因为这个拨鸟人 要跟没法度没钱 都会去做一个犯罪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社会上反对声音很大 包括我本人 我也反对 但是这个人类的需求 就正如三位所回答的 也有这个需求 那我问四位 那要不要这个 离开我们这个台湾 设在这个离岛的地区 这样的话 这个管理比较方便 赞成的 也请举手 设在这个岛 台湾以外的 这些离岛地区 赞成设在离岛地区 我是建议说 只要以特定地区 不要说离岛地区 都是在离岛地区 因为我也是南部的小孩 我常常觉得说 以前有不适格 就丢到我们乡下去 当老师 觉得这不大对 反正应该最优秀 来我们这边当老师 所以我觉得 应该有效管理的意思 是要在特定地区 而不是把它丢给 那等于是说 设在什么地方 不是问题 应该在大运的时候 应该针对特定地区的范围 可以做一个思考 我不认为可以到处都存在 但是基本上 可能不要直接就给 给离岛 来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坦白讲我出钱的看法 这一部分 我们都是利用公投来决定 那最后一个问题 现行的刑法 是否支持 证定边形的刑法 四位我们被提兵人 对这一点 边形 增定边形 这个议题 四位的看完 我请教 赞成的举手 都不赞成 不赞成 增定这个刑法的 边形这一条 因为依照那个 国民权力 及政治 权力的工业来看 它基本上第七条规定 是不能有 这个 残酷不能到的一些刑法 所以我觉得比较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